我们现在就先来去看说 这一个资料 它最可以画的应该就是 把各年的人口数趋势呈现 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先学会的 学会去画的一张图 各年的一个人口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去画这一张图呢 首先我们应该要创造出来 就是人口数的总计 当然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刚刚我们曾经把那个人口数计 给这个栏位删除掉 那可不可以把它叫出来呢 当然可以叫出来 就是常用转换资料 然后刚刚删除 所以你要去找这个全国人口3的这里面的步骤 哪一个是删除 这边有人口数据 所以就在这两个之间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 看这个以移除 以移除人口数计 人口数小计2 所以我们可以把就是说这里面 修改 直接修改 把这个人口数计 包含这个逗号拿掉 因为它只剩一个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有人口数计 下一格也会有人口数计 下面到最后面都会有人口数计 好 然后点选关闭 然后等一下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人口数计 这是一种方法